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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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进入一个大变化 大发展 大融合的这样一个新的时代 各国利益过端 修起一步 亚太地区在全球化建筑中 经历着充满希望和困难的转型 在经历两场金融危机后 亚太地区总体上仍然保持着 稳定了增长实在 在合作共赢中 成为全球经济复苏 和发展增长的重要动情 和自由贸易的先锁 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这样一个领域 已经成为当今本地区 不可阻挡的一个时代条例 亚太地区各国之间 亚太与整个世界之间的 相互开心和相互移属 日益加速 亚太地区是全球肯定者 亚太国家坚持探索 适合普通国情的发展道路 着力改善民生 政治经济体制 在改革中 不断地从向完善和成熟 社会总体保持允论安定 相互从众 协商一致 照顾国防的舒适 这样以为亚太地区的方式 更加深入人心 这是本地区国家有好相同 图善处理矛盾分歧 一个宝贵的经验 也为未来亚太地区的长期经办 打下了一个坚实的技术 亚太地区是世界繁荣之际 各国人民 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靠着自强无息的精神 把握住时代发展的潮流 和历史的境遇 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发展 创造了一个优秀的奇迹 过去二十多年 亚太地区国家 本着开放暴露的精神 扎实地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拓展跨区域的工作 积极地参与全球制度 实现了协同发展 融合发展 今天亚洲一两位 与世界平均增足的态势 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互联互通 提挡家族 亚洲尸体正在从梦想 逐步变为现实 亚太地区是文明对话的平台 海纳百川 有龙买当 亚太地区是极大文明 交贵共和之地 本地区的人民 自幅以来 具有坚守并许 海大百川的 宽广胸怀和历史传统 各国人民相逢相处 互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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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动 互通文明之间 相互尊重 交流互建 架起了沟通 理解 各有益的桥梁 为我们携手 解决共同面临的挑战 提供了宝贵的智慧 和精神的智商 这片曾经运用过 归方古代文明的土地 正在幻发出 日以生 正在幻发出新的多么升行 随着亚太的发展 本地区文明 也必将为世界文明和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不可否认 今天的亚太 还不是日间往日的阴霾 二代的参与 冷战的机会 领土主权的争议 等等 历史遗留问题 不时的发酵 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挑战 相互交流 灵魂用心和冷战思维 仍然有失诚 热点问题和局部冲突 仍然此起 该社会国内政 将反过的意愿 强加于踏步的现象 仍然存在 本地区国家在为国中 独立和领土完整 加快社会经济发展 推动国际和地区秩序 朝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仍然面临不少 值得我们忠实的困难和挑战 虽然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的增加 要害国局的未来 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持组 在风险和挑战面前 本地区国家的平衡 前所未有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我们应该继续发扬团体思想的精神 共同维护和促进 亚台的持续繁荣稳定 引领世界发展到时代上的 亚台维护和平稳定的大选 和平稳定是发展繁荣的标签 动乱和动荡 必然会葬送发展的大好事 要和平不要冲突 要缓和不要紧张 要对话不要对抗 是本地区国家人民的 共同心声和强烈的愿望 我有个想法 要讲信念 众亲密 恕道理 我们应该尊重各国的主权 努力和令族观众 尊重各国选择的发展道路 和社会政府 不强人所担 不甘心发展的内政 我们应该将管国的安全 融入地区国家的集体安全 坚持通过对话和讨判 和平解决 分歧和争端 积极稳妥的推动 地区的热点问题 南边问题的降温 压态要坚持发展方向不动 当前市业经济 仍在进行新闻的深刻挑战 经济复苏 任重到复 必须国家应该坚持 发展有限 致力于通过经济的创新发展 改革与增长 寻求新的增长点的增长能力 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果 我们应该扎持推进地区的经济体化 充分挖掘合作潜力 实现余生务 我们应该建立和健全 利益共享的亚特贵供应链 产业链和家族链 构建更加开放 融合 土会的亚特贵大市场 不断地提升 经贸扩作的层次和市场 增强区域经济的内生动力 和抗风险的功力 让发展成果 更好的归籍 本地区的人民 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 做出更大的成果 亚太应该坚持开放高拟 亚太地区的多样性突出 政府之中 宗教文化 历史传统 发展阶段的归宇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 形成了多元发展 齐头并肩的事业 志同道路 是伙伴 求疯存疑 也是伙伴 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区域 不搞封闭性的情况 不振度第三个 推动域内外国家 各进其能 利益共享 我们应该加强 我们应该加强 我们所建议 携手建设开放性的经济 和区域合作的框架 我们对亚太各种自贸区的建设 是开放和积极的态度 同时认为 应该保持必要的公开和透明 在地区安全方面 区域安全架构应该是开放和透明 应当具有广泛的包装性和代表性 地区国家 在维护资深安全时 应该接触各方正当合理的安全关系 探讨形成符合本地区的需要 切合本地区的特点 并且为各国公民 接受安全合作的架务 封闭性 排他性的安全合作 不符合当今时代的潮流 各位嘉宾 中国作为亚太大家的党员 历来以促进亚太的合并组定 和可持续发展规矩 很多亚太国家 是中国的周边国家 党的十八大一旦 本届中央领导致 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工作 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就任后 首访首战都选择了周边国家 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寄负明确了周边外交 在中国总体外交部制中的重要地理 中国积极速政治 经济 安全 等多个层面 探索中国 以及中边国家的发展路程 今天四月 郭澳亚的问派点为啥 习近平主席系统地阐述了命运共同体的领域 提出中国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 推动建设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引发各方的强烈攻击 周边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社交区 我们遵循正确的义立观 对外交部要义立民主 红义冬立 所谓一就是行大道 重工艺 切实履行我们所承担的道理责任 中国的和平发展 与周边地区的整体发展 民不可分 我们以周边为发展抵托 也愿意把自身发展的功力 首先归结我们的周边 可以明确地说 中国追求的是一种承担责任的方法 安利 惠利 是这种责任的应有之一 中国是周边地区 和平的本命的亚算师 中国身体力性和平共同 向远走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 和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在战役合同问题上 始终站在历史正义的一面 成功地推动周边 重大的热点南点共同的 我们坚持通过和平方式 处理领土主权和海洋争议 海洋权益的争端 同14个领土中的12个领土 彻底解决了陆地边界围 我们积极倡导处理 与南海的我们的商务业思统 提出在南海我们的奉行补坚持 即坚持维护南海的和平和稳定 坚持通过谈判协商 解决正义 坚持通过规则机制的管控 规则机制管控分歧 坚持维护南海的航行 和飞越自由 坚持通过合作 实现复利供应 中方的这一主张 得到地区多数国家的明显的支持 我们坚持实现朝鲜半岛的合作 坚持维护半岛的合作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提出问题 在连北和阿富汗等问题上 积极的劝和所谓 为地区国家和平和解 发挥建策性的作用 我们积极推动打造地区安全规划的合作平台 成功的召开亚信峰会 并且愿意上海合作组织 和东亚合作框架为支撑 开展双周边的 防御安全交流合作 我们主动与东盟国家探讨建立 双边防御热线的危机管控所使 与日本重启海空联络机制的磋商 与美国完善海空相应 行为的规则 我们积极与地区国家开展防灾减灾合作 联合出版地震和海上搜救演练 携手并为地震 海消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等突发生产 为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 努力保障传统领域 可以非传统领域双安全 东亚应该气候变化区域研究 合作中心将于近期发展 中国与美工合理国家正在探索 共建型号速度 瘧疾治疗药物抗疗性的 变方机制的响应体系 中国是周边牧林友好的坚定坚定 牧林友好是亚洲和平国民的依托 中国人真是奸善天下 利己大人的优良传统 延续亲往亲好 臨望民好的牧林传统 周边外交亲称会龙的理念 正是值得应用这些传统 我们积极地增进地区国家的相互理解释信任 同八个周边国家签署到公立友好合作条约 我们建立以后不断充实 与周边国家各种类型的合法和关系 既保持走亲戚时的高层小谷的热度 由一切各领域各层级的交流所做 共无地缘相亲 日缘相亲的情谈领胆 我们推动既统商谈中国同盟国家 公立友好合作条约 推动区域全面经济合作 全面经济会关系协定 进入实质性的磋商计划 加大为10加1 10加3 东亚峰会 东盟冰胜论坛 亚洲合作对话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亚洲等及时的走入国财予 克服各种困难 维护中日韩合作的事 推动三国合作区的重要进展 引领区域合作风起的线 我们由地区国家一道 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 亚洲区域合作 中国是亚洲增长的重要牵引 中国是亚洲地区经济增长的强动力和稳定期 我们持续生化改革 引领经济新常态 以稳健发展为亚洲经济站大 近年来 中国对亚洲增长的攻陷率超过50% 中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钟 就将拉动亚洲经济增长0.3个百分钟 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不少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传门 最大的出口市场和重要的投资来源 2014年 中国与东亚和本大亚国家的贸易层合 已经超过0.2万亿 中国与亚洲 已经结成一辱俱荣 一损俱促的命运问题 中国实施新轮的高市政的对外提防 以自身的发展带动并且轨迹周边 我们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 弘扬无私仇之路 互学互建 和睦共处的精神 唱歌共商 共建 共享的平等国益的方式 与思路沿线各国 加强政策流通 设施的联通 贸易畅通 货币共同和民心相同 共同打造开放合作的平台 我们支持并积极参与地区的互联通建设 着力打造 安全高效果 综合联统广阔 为亚洲地区和持续发展 提供有力的保障 我们大力开展海上合作流 积极推进海洋经济 海上面通 海洋环境 海上安全 海洋润温和领和交流与合作 将合作潜力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我们致力于深化金融合作 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洲行将成为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隐贵不住 将给亚洲国家的实体经济和务实合作提供重要的支持 我们积极推动产能合作人员 支持优质富裕产能 走出去 为提升亚洲整体产业发展水平做出努力 我们探索中留校市场和纽纬政府结构的发展故事 为亚洲国家探索和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可见之道 各位家庭 今天是二战结束七十多年 和联合国成立七十多年 前世不挂后生之事 只有明清历史并且正确的对待之事 才能把握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历来是世界合军的捍卫者 也是国际和地区秩序坚定的美国人 建设的奉献团 七十年来 中国始终为捍卫军协完善 以联合国会合行的战略国际秩序 和国际体系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 我们积极践行 结伴而不结盟 合作而不对抗的国际国交互的心理 将合作共赢作为处理国际国关系的目标 走出一条有中国克思的大国外交界 在全球化时代 各种跨国性的挑战层出不去 地区事务 因为地区国家平等协相处 任何国家都不能暴大退下 辽阳台地区的整体发展 必将促进世界的多情化 和国际关系平等化的建设 也呼唤着本地区建立公正 合理 民主 平等的地区支持 每一个国家的合理安全关系和生存权 发展权 都应该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障 大国应该维护人之望 客观理性的看待对国家战略地区 同时着眼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团 积极开展良性 中国将始终作为本地区平等的一员 为地区国家享受尊重 平等协作 平等协商 友好合作 我们期待意外国家 也能够顺利本地区的潮流 尊重亚洲国家的利益关系 多做增进理解护信 促进公平安全 为维护地区稳定发展 发挥建设性的责任 中国在亚洲将承担应急的责任 不断发展的中国 愿为亚洲的稳定与繁荣 做出更大的风险 我们将坚持道义为先 力所能及的破浪 在本地区发展上的国家的连续 做地区国家发展的支持 我们主张通过对话协商 和平解救本地区 仍然存在争议和分歧 努力增进各国体现的空气 加强安全和服务 在地区热量的费上 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做地区安全和能的促进 我们希望各国共同鸿养 亚洲这些传统文化的精神 政治上相互忠用 共同协商 经济上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文化上相互借鉴 共同繁荣 安全上相互信任 共同美国 让每个国家 都参与了希望和挑战运策的 亚洲发展进展 展望未来 和平 安全 繁荣 是亚洲国家人民的 共同的持续和奋断 我们唯有顺应潮流 把握几乎 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不同体 利益不同体 责任不同体 才能在新世纪 实现安全发展的良性性化 实现我们共同的亚洲 我们将与亚洲国家一道 坚定信心 携手合作 共同建设和平 和睦和谐 和谐的亚太地区 动作 我们亚太地区 新的规茫 预祝首席南京众团 取得圆满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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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